你还说你慢热 你演起这戏 就是都没认识 都不认识上来就哄厚了 你怎么调动的呢 我其实挺奇怪的 我是属于生活里 我很慢热 但是你如果让我 进到不同的角色里 我当我成为那个角色 我用角色的态度 去对待一切的时候 我就不一样了 这个就是做演员的天分 对吧 所以在剧中你恨一个人 可能你作为胡冰青 你马上就可以出来对吗 也不是马上 有的时候也挺难的 像《独孤天下》的时候 因为就家罗的一生 太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然后到后期 他其实整个人是属于一个 比较隐忍跟压抑的状态 所以我记得当时 那一部分的戏是 临近沙青的时候拍的 所以到了沙青之后 我还有 好多集合